死亡C組的四隊 大家都知道 法國 意大利 荷蘭 羅馬尼亞 我們就講講荷蘭對意大利 這場球 荷蘭恨贏意大利 恨贏法燒 意大利是1比0 咦 這麼發覺 因為荷蘭是30年沒有贏過意大利 你覺得繼續嗎 但今年荷蘭會不會有暫身的打法 或者會令人眼前一亮 他把他的老將 斯多夫 都不選 不是 斯多夫不打 斯多夫不打 吳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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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雲尼斯到來呢 加諾斌 加雲貝斯 會不會有些法學狀況呢 問題是 不是那三個人 在雲達華茲 雲達華茲 雲達華茲能不能在漢堡 雲達華茲 雲達華茲能夠在雲尼斯大內 落軍 雲貝斯前面成為大佬的話 就有機會 但我覺得不行 但意大利呢 雖然他拿光了 但拿得很辛苦 是死手 仍然留待在以前意大利所謂的鐵房 靠龍門 靠後衛 你見到前面食壺的那些 像殷沙基 或是現在迪貝亞路 全部老了 頭髮比我還要薄 他不是偷薄 真是甩脫 而且球場仍然紅心撥別敢去拿 所以我不是這樣看過意大利 如果那組 我看荷蘭 我們看一下 海派華茲 楊